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從表面看 中共似乎擁有一隻龐大的軍隊系統 但外界很難真正瞭解其虛實 最近美國陸軍總部公布了一份最新的飛機物文件 首次揭露出中共陸軍的作戰能力真相 今年8月 美國陸軍發布了中國戰術文件 報告對中共軍隊的戰力進行了評估 報告說 中共陸軍有各種車輛和裝備 據有更重要任務的合成呂 將會優先獲得較新的武裝設備 而被其廢棄的裝備往往會轉給不太重要的指揮部 報告說 相當數量的合成呂仍然裝備老式系統的武器 雖然新兵和軍事的素質都有明顯提高 但中共陸軍仍在低級戰術梯隊下放計劃和作戰 中共地表部隊最重要的一步可能就是遠征能力 以陸軍和海軍陸戰隊的形式為主 報告指出 中共陸軍仍沒有辦法在共享陸地邊界和領海之外 再部署或維持一個重型機械化的部隊 所以這都限制了其遠征部隊的戰鬥力 中共陸軍部隊不太敢進行獨立行動 低界領導害怕做決定 高界軍官們同樣害怕承諾責任 而且中共軍隊的訓練質素也有明顯差距 一些部隊能獲得大量資源 並且可能得到和專門的專業對抗部隊的訓練 但其他部隊甚至很難得到足夠的子彈來進行常規射擊練習 中共陸軍在火力支援方面投入更多資源 而且似乎正準備推出最新和最重的自行榴彈炮 報告對陸軍航空兵評價說 其主要限制系統的密度低 而維護和保養的資源有限 特別是在較低的戰術梯隊中 中共陸軍在信息化進程方面 仍有很長一段路要走 而在衛星、遠程及非視線通訊技術方面 亦存在著不足 另外其聯合數據網絡都處於起步階段 想在戰鬥中發揮作用可能還要多年 特種作戰部隊是中共所有地面部隊中訓練得最好的 但並沒有專門為長途遠征行動而設計或裝備的特種部隊 北京不斷地通過飛機和軍艦在南海擴張 引發世界其他國家的聯合反擊 這種衝突不斷升級 最新曝光的衛星照片似乎顯示 中共和西方社會在南海醞釀的最後攤牌在職 9月5日 澳洲新聞記者傑米·塞德爾 紮文披露 最新衛星照片顯示 中共的Y8Q和KQ-28反潛 KJ-500雷達指揮機 以及反潛和運兵直升機 已成為主迫島和美製焦人工島的常客 中共海軍的驅逐艦和護衛艦也加入了行列 中共曾向國際社會表示保證南海的航道自由開放 也曾表示永遠不會將該地區進行軍事化 但中共並未兌現承諾 5年前 海牙常設仲裁法院對菲律賓和中共的南海爭議做出仲裁 指中共對南海水域資源沒有歷史性權利 中共外交曝清國際法庭的南海仲裁是廢紙一張 而目前 來自世界各地的潛艇聚集在有爭議的南海 以支持2015年國際中裁法院的裁決 最近幾個星期 英國的核攻擊潛艇一直在南海出沒 它的任務是支持航空母艦伊麗莎白女王號的航行 近幾個月來 反潛戰成為了美國和中共在南海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 雙方的監視飛機 陷測船定期搜索其水域進行觀察 文章最後說 然而這種強烈的地表和地表活動可能只是冰山一角 中共要其他國家船舶匯報的新要求於9月1日生效 後果尚待觀察 中秋節臨近 但廣州疫情再度升溫 官方日前通報了新增的本土無症狀感染者 有關區域再次被封 而廣州民眾對政府採取封閉式的防控措施非常不滿 紛紛在網上吐苦水 據廣東省衛健委通報 9月5日 廣州市發現了一例新增的本土無症狀感染者 該確診者是月秀區入境隔離酒店東海大廈的一名女員工 她在例行檢測時被發現呈陽性已被轉入廣州市第八醫院隔離 有人質疑 隔離酒店為何要設在鬧市區 應該設在偏僻的地方? 據悉 東海大廈地處廣州月秀區的鬧市中心 人口密集度高 四周都是居民樓、寫字樓及商業區和學校 疫情出現後 月秀區東海大廈和周邊地區都被封控 並連夜進行全員核酸檢測 眼看中秋節就要臨近 而廣州再度爆發疫情 令當地民眾除了對持續不斷的疫情感到絕望 也對政府一發現病例就封小區十分不滿 網友們紛紛留言吐苦水 三個月停業兩次了 希望不要再有新增了 生活太不容易了 疫情繼續這樣下去 大家都沒飯吃 好心痛失業、倒閉、降薪、裁員 還不起貸款的老百姓 好累 據悉智、吳亦凡、張哲漢、鄭爽、到趙薇等藝人相繼被封殺後 大陸中宣布2號下達 關於開展文娛領域綜合治理工作的通知 隨後 網絡上瘋傳一份下一波將被封殺的名單 並聲稱 今後這些已經加入外國國籍的明星們 將好難在中國的舞台上再次出現 再都不能在中國的舞台上大肆圈淺 謝霆峰曾經在拍攝綜藝節目《十二度風味時》邀約趙薇 當時曝光了趙薇多年前在法國波爾多賣下的酒莊 並介紹了趙薇所擁有的紅酒品牌 在趙薇出事後 長島眾人推 謝霆峰雖然在微博上對照沒有過多的切割動作 但他自己也是網傳限席令名單之一的藝人 近日謝霆峰積極宣傳新片 在接受藍與會客室節目採訪時 面對自己的國籍被質疑一事 謝霆峰回應表示 我在香港出生所以我本來就是一個中國人 提到希望未來可以扶持更多動作新人 盡力傳播中國文化、精神 並脫口說出已經在申請退掉加拿大國籍了 該消息傳出後 有香港媒體詢問謝霆峰的父親謝賢 關於兒子申請退席一事的看法 謝賢回應表示 不知道謝霆峰在申請退掉加拿大國籍的事 但無論如何都會支持兒子的決定 謝霆峰所屬的英王公司高層霍敏希則表示 會黑色的訪問節目是先前錄製的 自己也是今天才知道內容 這是個人決定 公司會尊重他 對此 網友也紛紛表達意見 留言表示 中共隨時可以反面不認人 就算真是退了加拿大籍都沒有保證 一些都不值 真是傻 還不快逃到加拿大 賺的錢都足夠過一輩子 留在中國隨時都被清算 六四事件後成立的香港支聯會 多年來要求平反八九民運 結束一黨專政 並積極支援國內民主維權人士 近月以黎租建制派和官媒連番追擊 揚言不解散將被取締 警方國安處日前更向支聯會常委發信 指控該會是外國代理人 並引用國安法逼交出大量資料 支聯會9月5日表示拒絕向警方交出資料 副主席周幸彤強調支聯會非任何國家團體代理人 只代表香港市民的良知 周幸彤指 香港是國際城市和中外交流本系正常 但警方魚翁殺網式文法 難免令人懷疑是釣魚搜證 只要提供任何外國聯繫 就反過來成為所謂的證據 她說 當權者想透過逼人交大量資料 令公民社會網絡的人處於恐懼之中 我們清楚表達 恐嚇到我們為止 支聯會不幫你散播恐懼 國安法規定 如涉嫌代理人拒絕資料 經供數可判監6個月及罰款10萬元 被問到是否擔心刑責時 周幸彤指 如非外國代理人 警方根本無權要求提交資料 但對他交資料的政治風險已有心理準備 綜合眾新聞《立場新聞》報道 支聯會星期日 在六四紀念館召開記者會 宣布將於9月25日下午兩時召開會員大會 就日前通過的解散議案作表決 支聯會目前仍有百多個成員團體 會員大會須有不少於20個會員團體出席 以75%會員同意為通過 周幸彤表示 如最終決定不解散 他們會繼續支聯會的工作 若通過解散 支聯會目前最大資產為六四紀念館 將會捐給理念相同的團體 加入榮譽會員 和我們一起守護香港 守護十四億中國人 獲得真實資訊的權利 一 Și 二十五年 公司 拜託